我們想請教一下 關於郭董回國民黨 有些人好像傳出反對聲 你覺得他要先道歉才要回國民黨嗎 國民黨到時候會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機制 來徵選最強的候選人 但是昨天主席也講了 侯市長是最強的母雞 那我們歡迎郭董 一起來支持國民黨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總之是覺得侯友宜是最強棒 現在最強的母雞是侯市長 郭台銘這樣子是不是也逼迫侯友宜 必須要提前表態 不然可能會有變數 基本上國民黨是一個有制度的政黨 任何的提名 任何候選的提名 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機制 也有一套既定的時程 所以不一定說要逼誰表態 有機制 有步驟 按照步驟慢慢來 會建議黨中央直接徵召嗎 我個人的看法是不要有初選 不要有初選 初選會留下重大的後遺症 衍生的後遺症不利後來的整合 後來的大選 所以我個人我特別強調 我個人看法不主張辦理初選 但傳說主席有想要透過新竹那邊找郭董來合體 您知道這件事嗎 你再講一次 主席有想要透過新竹黨部那邊找郭董來合體 我理解這個是誤傳 我理解是誤傳 那四年前開了特例讓郭董回來 那黨內那時候鬧得一團亂 這次您還會支持再開一個特例 我在講國民黨是一個有制度的政黨 那四年前留下很不好的後遺症 各位清楚2020的復冊不要重蹈復冊 這個就是國民黨現在38席立委很關心的事情 很關心的事情 希望2020不要重蹈復冊 好 謝謝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